这个就是咱最早的最原始的两层风的 是外边一层铁的 里边是一层胶风 这是最原始的 这个坏处在哪里 任何一个厂家把这个缝隙做不完 做住的话 这个厂家就不会转了 任何厂家都做不住 这是咱最原始的最早的普通型 下一个 这个就是咱们中档子的三层密封 防尘方 这个可以打油 但是这个密封性也特别好 它里面是铁片 里面有三层胶片 这个铁底下是三层胶 类似于有一个油风 在这个轴筒两边把它拔着 所以这个防尽效果也特别好 防尘防水 这个UC205的转数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咱们可以打到3000到3500 这3000的转数 这个就是咱们免维护的 这个材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跟那个三层材质几乎一样 就是严育被知体的 这个材质的耐磨度 是咱普通材质耐磨度的两倍 材质就说密度都不一样 另外这个也是个特质的风 这个不用打油 高速 低噪音 长寿命 最低保脸的 那温度呢 温度就是耐高温的 里面加的是 煤腐1M的耐高温油 我看一下那个蜜蜂盖 这是这个蜜蜂盖 这个组成的蜜蜂盖 这是这个组成的内部结构 而且是加强型的淡化卡 里面用的都是国标即适的 这条的材质 油脂用的是 内部1M 内部1U 好的 这条的材质